與本週末盛大舉行的時尚活動 14號來到第二天 超多大咖明星 龔翔盛舉 安欣亞 郭雪芙 張宣睿等人都盛裝出席 本該是充滿時尚的活動 卻在王子求生意獻生時 一切都失焦啦 應該是跟一群朋友吃個飯吧 對 就是簡簡單單的跟大家吃個飯 就是不能告訴你啊 講出來他就知道了 所以對不起 這還真是保密到家 不過接下來這隊 才是真正奪走大家目光 不同於別位明星黑人成劍咒 可是親自開車 載著老婆大人返尾期進場呢 剛剛幫我開車的司機先生 叫做Sam 我叫Sam大哥坐到我後面 今天由我來服務他 然後我自己想要借這個機會體驗吧 那至於能不能購入這台車呢 還是要問老婆大人 What 你家裡不是已經有一台了吧 我這一台是改款 那個 內裝更不一樣 好好好 最好是 我說黑人哥啊 老婆大人的這個眼神 你應該懂了吧 那整個時尚大秀 最精彩的部分來啦 由老蝦小景彤 壓軸演唱 全場立馬淪陷 聽完真的是耳朵都要懷孕了 我一塊就來 不得出最多方塊 Yeah 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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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 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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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天住在雪山 是你的月光 冷藏的 心想不再生怕 我有一天的重逢 像幸福散的君子 小明天住在雪山